其實第一波我覺得WBG他們拉得很果斷 然後重點是他們的判斷很好 就是在血量剩3000的時候 我覺得LNG那時候應該有點猶豫 他要不要去接盤這個八樓 但在他們踩到這個窄口的時候 這個瑞納達直接丟一個大 覺得把對方全部趕走 然後加上歐羅拉他這裡只盯豬女一個人 他把豬女殺掉之後 就沒有人跟他拚中結了 他們穩穩吃掉這個八樓之後 的拉扯也做得很好 只能說這波團WBG玩得很好耶 你看先拉開然後用大絕趕人 然後這裡只抓豬女 就其他人都不重要 豬女死了這個重擊 因為也進斬殺線了 這個八樓穩穩吃下來 然後重點是雙C 都沒有被對方的賈克斯跟牙寧貼到 哇 這不只能說 這LPL我們都知道有一句話什麼 廠長啊 講這麼多年 真的把這個豬給框起來了 有耶 真的有廠長啊 有 我還看有一部漫畫 還是因為把豬放出來才有的 哇不得了 這波小虎廠長直接關把位位關起來 哇經濟直接追平啦 而且有這個八樓可以壓塔咧 現在反而右邊這個陣容 可攻可守有八樓之後 邊線也不會輸 那他們就可以把這個經濟拉開了 哇這資源再拿 下一條小樓也成為了一個變數 現在NG的分推 因為八樓推不出去了 這裡因為你這裡沒辦法跟八樓搶快 所以WBG這裡只要看你少人 我就直接壓塔 甚至我直接開都可以 哇18等雖然之卡的狀態是不錯 等級很高 這裡也不用怕竹女開啦 已經有米凱了 你看就直接在你臉上點就好了 二塔也沒 不過另外一邊 感覺在壓耶 完全不要理他壓你耶 他一定沒你快 NG就是交換史考特選擇 一波劍 直接點 直接點 在下爐高低要沒了 現在只能繼續推了 回不了頭的史考特 這個是空城技 然後司馬懿衝進去了嗎 你說司馬懿現在 司馬懿真的進去就會變這樣 你知道嗎 衝進去開推了 還不回來喔 但對面打破必須想要推到底 兵線走進去 高低塔可能都要掉嗎 推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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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的一塔也被點掉了 TB下來 打破必須看起來想要OIN到底 兵線走進去這個塔想推 這回得來嗎 後面位置 資卡想從後面做進攻 但這邊不懷疑只有給做了限制 一波關門小武狂到了五個人 來到了後排 分身著思考的衝進去 但沒有太多的效果 右邊資卡卡在裡頭 衝進去到了後面Q閃 衝進去圍圍到了後面的嘎拉 這麼速度打滿了 嘎拉G向前的挺機 小武知道自己的狀態 沒辦法救隊友 只能向後殺死 但他Q進來有命 只有殺掉了對面史卡的 還一抵三還要繼續打 滿狀態的情況下沒有選擇流 走了 這波WBG最終失去了四個成員 但拿到的是主堡前的一塔 那這樣LNG要拿龍魂囉 因為他們的這個 上中也都還在 他可能要看一下團戰耶 WBG好像這個 衝得有點太前面了 所以這個後排有被切到 賈克斯瘋狂繞背喔 對因為這裡在對方 少雅寧的情況下 感覺是賈克斯的側切 側切的夠好耶 因為他這裡POSE 他省第一段Q是交他身上的 所以正面的嘎拉是沒有壓力的 然後這裡因為 側切的賈克斯給到的壓力 可以看到小虎跟Light 他們的位置是不好的 然後這個驚人又規避掉的傷害 然後導致阿姆他這一波 他所有的CCG都在保後排 那賈克斯跟牙寧輪番上陣 去拖對方的C位的輸出空間 讓他們拿下這波團戰 是這個團戰就讓大家看到 這個世界賽版本賈克斯有多厲害 賈克斯大家都知道 現在這雙防加的有多少 衝進去一扛扛四個不是問題 包括牙寧也是阿 就是他們雖然少數這種進場的鬥士 就是可以衝進去 然後又走出來了 對 那拿到了地龍龍魂 但經濟是平的啦 在那波巴龍團之後是平的 而且兩邊各掉一個兵營嘛 所以就 看後續WBG可不可以再找到開團的機會 不然這個邊線他們現在沒有巴龍了 會有點難處理 現在這卡繼續分推 劇本得照走阿 我們這陣容寫的就是要這樣打的 比較可惜的是剛剛Light應該是沒進化啦 因為那個 畢竟米凱他只能解一招嘛 他是被CC到了兩次 所以他剛被賈克斯黏住之後 他是沒辦法翻大 我要打WBG 但能從絕望谷底中又彈了起來 這是不得了的 就是我覺得至少現在沒有巴龍 也不用擔心LNG再利用巴龍去做一些拉扯 他這個邊線的兵也是可以慢慢處理的 而且LNG他並不是一個在五個人抱團 正面壓他很厲害的陣容 是有太短了 所以他們一定只能靠邊線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要正面壓團 艾希他們就可以主動開團 那如果對方又是打邊的話 會考驗到你同時帶邊進去的時間點啦 你現在又沒有巴龍又沒有什麼遠古巨龍 所以你沒辦法去逼團 所以WBG現在就可以這樣跟你拖 沒錯 所以兩邊就 我覺得一樣是 到這個時間點 就是看誰團戰打得好耶 進入了最後的一個區分 就是團戰誰打得好 但如果你用陣容來看的話 一定是LNG的團戰上限比較高 他們這個單人線都很強 而同時邊線開始有一些話題了嗎 沒有沒有這個就 碰一下 其實卡仗帝滿裝了耶 他怎麼那麼肥啊 五件打四件 此時的呼吸 應該是真的喔 木槍好像打不動他耶 這是純氧了喔 對嗎 他那個氧氣量在山上都是可以的 他怎麼那麼 他怎麼那麼默得滿裝啦 他超級能打的在這個階段 在 LNG此時這個邊線也看得出來吧 呼吸再慢慢探測走到臉上去了 再打了 同時在上面面四打式似乎也有碰到的意味 要小心正面被開喔 下半邊打起來 五件打你四件 呼吸 真假 不太對了 這裡怎麼五件打四件怎麼打 紫卡此時應該是討論一下 吃個冰吧有問題嗎 這個真的要小心耶 這個被邊線殺 遊戲可能會結束耶 是 紫卡知道打不過了 跳展拿來走 他現在每波都利用那個地龍龍回有沒有 我打不過沒關係 我就地龍龍回一直跟你換 還有護盾 對對對 知道打不過了就是用拉扯 但是要兵線 被反推了 唉唷 這裡巴龍開 喔 一個阿扇 但隊友跟不上 嘎拉反應更快 進化後拉到後排 正面位置很可能要倒 突然一波關門 喔 牙明大道 後面來看一下 這波二一收購 並沒有限制嘎拉太久 同時正面位置衝進去 紫卡能打嗎 效果並不是很好 同時呼吸看一下呼吸 呼吸閃線過去Q彈沒有中 他交的閃線現在位置很尷尬 Q3 Q3打到後選擇解除了自己的R技能狀態 增加了坦度 如果想要繼續的撤隊W好可以往後拉扯 喔 還在Q還在Q 結果跟阿拉跳過來還想做嘗試 但傷害也沒有打到 那就轉頭吃巴龍了 其實正面開開得很好 就是正面已經開到對方的人 阿姆已經R3兩個 但就有點可惜 可能距離有點遠 所以第一波的傷害是沒跟到 那LNG我覺得應該是在發現 邊線這個賈克斯打不過這個卡上帝之後 他們選擇果斷的去利用這個巴龍開團 那也成功把這個團戰跟巴龍收下 是 哇 那是巴龍拿下 因為主要是剛牙寧有盯到Light Light剛上波沒一閃 被R到就沒有任何操作空間 抓機會 另外一邊的話 嘎拉畢竟有進化 又是一個進化加一 阿姆的R閃 反正就顯得沒有這麼多的效果了 來看一下這波R閃 正面開到 對 C位有點太遠了 第一時間跟不到傷害 對 然後對方用神石 欸 是哪邊的神石 反正他拉開了之後 賈克斯跟牙寧直接切到後排 所以這個團戰就後面沒辦法處理了 沒錯 我們來看一下 呼吸此時想要用自己滿壯的狀態來去做一波操作 看到對面驚人同時 反正想個Q閃去嘗試 其實他這邊跟小虎兩個人這樣子二打三 拉扯的還行欸 因為你可以看到小虎這邊 我記得他好像死帽 然後加賣疊輸 他這邊其實也很痛 所以只要呼吸能夠坦住傷害 讓小虎輸出就好了 哇 這是LNG 震臂搞灰 另外一邊 抓抓頭啊 就 接著不開得很好了啦 是 以畫面來說很完美了 但就是沒打贏 現在風雲變色輪到了LNG的推進 看這個巴龍可不可以拿一到兩個高地板 因為你一分半打雲和五巨龍 你沒有兵線優勢的話 到陣地戰還是 欸 對於對方的組還是能夠發揮的 沒有錯 來看一下雙炮車的晉級 下半邊LNG很快樂 但還好這裡 呼吸還是有一個Q3 將 炮車給拉進來 可是賈克斯這一波 賈克斯這一波 賈克斯這波很猛欸 驚人加GA 他可以拖很久欸 他就跳到LINE的臉上 至少可以拖個五秒吧 哇 難怪蠻王 加反擊風暴可以拖個七秒八秒吧 蠻王現在沒人玩是有他的道理的 來看一下 一個兵間 中東 做嘗試的打WG 沒有啦 抽獎看看 所以我嘗試 但抽獎失敗要付出的 效果就是可能雙高地了 確實這兩個高地 上帝這裡回去喔 補狀態 因為他沒有TP啦 如果有個TP 繞背給壓力還行 是 那就正面 就遠古巨龍團囉 可是LNG這邊可以再用 一分鐘的八龍 他有三十秒的時間差 可以給這個裸兵營的 中路跟上路一點壓力 哇 另外一邊是 剛剛小虎騎有買了一本書喔 他賣掉了 書沒了喔 現在大家都看電子書了 所以這可能沒有辦法 但是現在還真是把 沒錯 他也是滿裝阿 而且艾希也是滿裝 就大家現在滿裝來打架嘛 喔 真的 果然一切 還是要比誰的圈都大 對 還是回歸團戰 對 現在的版本就 蠻多陣容選完就長這樣子 來了 最終對決 遠古巨龍團 我覺得右邊會直接落欸 誓死一搏 直接落嗎 不然邊線 喔 沒人帶沒人帶 那還好那還好 是 這場應該 但繞背也要清乾淨喔 這個打架 應該就是選手們的驕傲 每個人都是 一定在這個SoloQ啊 或是曾經這個爬分的韓服 就靠操作 打出來的 就在現在 賈克斯的位置不錯 賈克斯的位置不錯 沒有任何人才覺 只是落筒就看到 這位置不用了 先套到他的被留住 但他選了往前綁 沒有隊友跟上他 情況下他已經掉了半血 沒有人救他嗎 沒有護盾搭上賈克斯的位 他拉到了後排 但是這次進場 就是賈克斯可以扛超級久 他仍扛不住 暫時的情況下 很無奈著拉扯 小虎此時關了一個門 但這個門的效果 沒有人可以輸出後面人員 已經倒下 芝卡再次掉到了後排 他傷害很恐怖 坦度又很高 呼吸一個人很努力 想看到對面的人 但一個人都沒有倒下嗎 天使甲的觸發 代價呼吸 這是他唯一能做到的事情 打掉天使甲後 自己也只能倒下 在左邊小虎 面對的是四面包抄 選擇往左邊加速逃 一旦面對紛爭的思考 當然持續追擊的芝卡 行也再往前 小虎繼續拉扯緩速沒中 那閃現的太陽瞬間 指在他的臉上 就將人頭給拿下 也就讓比賽要準備結束一波 一換5LNG 來到了藍色方 要取下這一把比賽的勝利 LNG最後一波 這個賈克斯的繞背位置太好了 他迫使WPG一定要拉開 但這個就是賈克斯跟牙寧 在後期霸到的地方 他們兩個就一直往前跳 你看Lite完全玩不到 他就只要被摸到 就接近斬殺線了 所以最後在少了Lite輸出的情況下 只靠卡桑蒂跟中路的歐羅拉 是完全不夠用的 那這裡就 下一把WPG高繼續換到藍方 LNG在沒有這麼OP的陣容 換到紅方之後 他的BP確實跟第一把 我覺得一定要有點落差 就是 如果又照著歐羅拉牙寧這樣去按的話 有可能回歸到第一把 就是都拼團的陣容 他們可能就不會有明顯角色上面的優勢 所以他們一定要打出一個就是 總是要試一把對面會不會把牙寧 我覺得就是要試試看 要嘗試看 對 要嘗試看 不然你永遠在紅方是很難破取的 對 你只有這樣子你紅方才有機會破取 這場比賽LNG雖然取下了聖經單 接下來才是他們的考驗 對 他們比較可能 如果打滿的話他們是兩把紅方 沒錯 就是一場BO5要從第一場開始算起 他們第一場已經先吃下一場白章 後續要怎麼去做追趕 而且兩場比賽已經大約可以看到對雙方的狀態 LNG其實的狀態就是 沒有像我們所看到的瑞士 只有這麼好的一個效果 就 我覺得 第一個陣容 我覺得陣容是有關的 第一把陣容比較接近的情況下 我覺得就是 兩邊的發揮比較接近一點 但這一把就有點比較單方面被LNG 這個很強的上中野 就是你團戰雖然有追回幾波 但他這個就是每一波團都很強 你在沒散沒進化的時候 你就是會被對方操作 所以下一場 是不是能夠讓自己的BP更舒服一點 或者是對線上跟 甚至在前期的換線 能夠有更多優勢 是兩隊都要去思考到的 好的 我們第二場比賽也算恭喜 LNG拿下比賽 雙方戰區1比1 差不多休息 回來就是雙方的第三場對區